都吃好了吧我去结账 哈 郭总啊我们家喵喵呢 跟米丽是多年的好闺蜜了 泽风计算相吗这个事 交给我 那肯定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你陪我出去散散步 啊 喵喵一直都是你在结账啊 哎米丽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看他只是暂时的信的没钱 他有钱之后都把钱转给我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 那我要去国家 你先回去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那你女朋友这么心甘学的给你花钱 不怕他给你提分寿啊 你说什么呢 过两天我都要转给他的 那就不是做无用工吗 你还不如直接给他付了 你们两个懂什么呀 他请我吃饭 那是自愿赠予 我给他转账 会没有任何证据 就当是一款了 他要是敢跟我提分手 我就可以起诉他 让他把所有钱都还给我 刀啊 实际是太高了 兄弟们跟真理没跟错人呐 那是 你们也不想想 要不是他认识顾宇和米丽 这两尊大佛 我能看上他吗 嗯 难怪迫不及待要我把项目定下来 我们一定要让喵喵看清他的真面目 哎呦 嘿嘿嘿 郭总啊 呃项目这个事 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嗯 这不是说已经稳了吗 怎么回事啊 我回来了 嗯 嗯 淼淼 我们都这么久不见了 去我家 不跟这一扯的东西 嗯 当当当当 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礼物 活来亚红宝石套装 哇 这个包装好漂亮啊 我听过这个的 看看你 几个月不见都憔悴了 这一套水乳 个个都是好东西 它现在可是我化妆中上的秘密武器 有了它呀 我化妆都不担心卡粉了 熬夜加班什么的 超累的 脸都还是元气满满的 每天晚上用它 都觉得是在享受胶原SPA 真的很舒服 而且坚持用抗老效果也特别好 哇 感觉肤脂真的舒服了好多 跟我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那当然了 这个是抗老榜单上的常客呢 不然我怎么会推荐给你呢 谢谢你米莉 对了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你和嘉明的事情啊 这种看似钱在你兜里赚了一圈 实际上受害者是你自欺 要是他以后非说 那个钱是他借给你 怎么办呢 米莉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男朋友呢 我知道我男朋友 是没有你对象有本事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说他吧 我相信他的人品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是再说他的坏话的话 我们就不要结束 再送一个月 就能为嘉明 凑齐项目的钱 你 我 我 你 你 你